北京是我们中国的首都 首都有一个标志性建筑 也就是天安门 它见证了我们中国的成长 虽然说它历史悠久 但原则上来说 天安门仅仅只有53年的历史 因为在1969年时 天安门还被拆除过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会儿是呢 如此富有历史意义的天安门 为何会被中央下拆除呢 今天小编就带你们来了解一下 当年发生的故事 在视频开始前 新来的朋友客场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接着往下讲 天安门广场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中 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北平和平解放后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决定以北平为水度 并将其更名为北京 对于开国典礼 当时有两个首选地点 南院机场和天安门广场 两地各有利弊 南院机场场地宽阔 不会影响交通 此外 当党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先至北平时 南院机场举行了大规模阅兵 缺点是位置偏远 需要搭建阅兵平台 天安门塔楼 是一个县城的阅兵平台 天安门广场交通便利 但场地不如南院机场 也会影响市区交通 这两个计划提交中央政府后 做出了最终决定 成立典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自那时以来 大多数重大国家活动 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特别是 每次阅兵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国家领导人 将登上天安门城楼 观看阅兵仪式 在中国人民心中 天安门城楼自那时起 就具有非凡的特殊意义 当北京市民经过天安门广场时 许多人习惯于停下来 看看天安门城楼 感受它的雄伟和辉煌 1969年国庆节之后 许多市民像往常一样 经过天安门广场 他们发现天安门城楼 奇迹般地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大奇特的棚屋 周围都是直勤的武警士兵 路人严惊靠近 因为天安门广场此时 正在被秘密拆除 这关系到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安全 马虎不得 天安门始建于 明朝城祖朱棣永乐年间 它的原名是承天门 承天门自建城以来 经历了许多挫折 在接下来的200年里 它被摧毁和重建了好几次 在明英宗朱祁镇时期 承天门被雷电击中 引发大火 由于天安门大多数都是木头做的 一场大火 把承天安门的大部分变成了木炭 后来明朝政府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才将它修复成功 明朝末年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 紧接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 在他撤退之前 李自成放火烧了宫殿 包括承天门 清军入关后 连皇帝都大规模重建了承天门 改名天安门 他还在原有基础上修建了护城河 并在河上修建了七座石桥 即今天的金水桥和金水河 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 炮击了天安门广场 此后 清政府 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 都懒得修复天安门广场 导致广场和塔楼被废弃多年 开国大典前事故繁忙 也只是草草修缮 后来 我国又遭遇了抗美援朝战争 直到1952年 天安门广场才得到全面彻底的修复 然而 天安门广场是一座 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 只能修补 多年的战争 和年久失修 使大楼内部结构变形 1952年开始全面修复时 一些专家提出要大修 但当时国内外形势相当严峻 计划未获批准 1966年3月8日 距北京仅300个公里的 河北省邢台市 发生6.8级地震 3月22日 又发生了7.2级雨震 这两次地震影响了 北京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地区 中央领导经常到天安门城楼 举行各种活动 北京市政府对天安门进行了全面检查 检查结果震惊了人民 塔的主体受损程度远远超出预期 塔楼大厅的两根承重金柱 已经严重腐烂 屋顶上的五根承重钢筋中 有六根断裂 三根横梁中的一根也断裂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内 休息处后面的大柱子 表面看起来完好无损 但里面有十米的空隙 整个层楼都有发生了下沉 许多古建筑保护专家认为 天安门城楼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主观上 主体结构不会有问题 只要对其进行适当的维护和维修 再坚持三百多年也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 天安门城楼不仅仅是普通的建筑 它还肩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 随后是否重建的问题被搁置了三年 1969年 国务院正式决定拆除天安门城楼 按照原建筑形式和规模 在原址上重建 并用新材料替换所有材料 重建天安门广场的计划 是由周总理亲自批准的 周总理担任总指挥 这项工程在如今的基建狂魔 看来似乎并不困难 但在那些年里 它无疑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重大项目 天安门城楼大多是木制的 但不要低估我们的祖先 他们的技术非常复杂 施工难度很大 此外 由于时间限制 翻修意见没有统一 很多人的意见 是承包给外国建筑企业 外国建筑企业认为 重建天安门广场 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即使他们赶工 最快也需要两年时间 才能交付使用 天安门广场意义重大 施工必须在第二年劳动节前 隐蔽完成 周总理认为 我们不应该崇拜外国 中国的古建筑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建造 拆除和施工过程 应严格保密 最后从我国抽调出 一批技术熟练 政治上可靠的工人 按照军队的编制 组成木工帘 瓦工帘 采油帘 架子帘 混合帘等众多施工帘 所有工人不得告诉其父母或妻子和子女 不允许他们在每个流程中互相询问 为了确保绝对安全 我们必须严格检查上下班 此外 中央政府还派部队到 各个施工现场监督和审查施工情况 重建领导小组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北京军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部门组成 第一步是拆除大楼 为了确保施工的隐蔽性 施工队用炉尾垫将整个城市建筑围起来 为了保证新建的城楼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应详细测量每一块木制品 和拆除后的每一块砖 施工不仅需要绘制图纸 还需要拍照 按顺序编号 最后根据新图纸进行处理 在重新插入的过程中 施工队的工人们可谓是有喜有惊 当工人们拆除主楼中最高的几瓦时 几瓦的厚度达到60厘米 非常沉重 每个人都站在屋顶上发抖 抬不起几瓦 最后只好想办法把它砸碎 几瓦被砸碎后 工人们发现 有一个30厘米建方的盒子 上面雕刻着二龄细柱的图案 盒子里面放着 金 银 铜 铁 西五个小元宝 还有五彩线和五谷杂粮 在盒子放置的地方 还发现了一块汉白玉 上面刻着1970年1月至3月的重建 这也证实了天安门广场已经重建 一名工人在拆除一堵墙时 发现了一枚炸弹 经公安和专家鉴定 这是八国联军入侵时发出的炮弹 在后续施工中 工人们相继发现了几个相同的炮弹 仅用了一周时间 施工队就完成了拆除工作 但谁也说不清 整座城楼使用了多少块木头 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来说 各种结构都是相互咬合 严丝合缝 没有用一根钉子 下一步是选择木材 天安门城楼使用了60多根大柱子 每根柱子长12米 重7吨多 这样的材料很难找到 起初在海南岛和西双板纳的原始森林中 发现了许多合适的树木 但运输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时间上耽误不起 最后这些木材是从加棚和印尼进口的 木头很硬 看起来像红木 浴火不会燃烧 只会冒烟 八级木匠专家全摇览说 他从未见过这么好的木材 组装完毕后 在图案描绘和雕刻的过程中 出现了两种意见 有人认为 既然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 就应该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建造 以完全恢复其原始外观 然而 当时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 许多人认为 有些图案属于四旧 属于封建内容 天安门广场的重建 应该具有革命新时代的意义 在周总理的坚持下 许多图案得以保留 新建的天安门城楼 比原来的高八十七厘米 这并不是因为主体部分 或任何连接出现问题 而是因为地基已经坍塌 后来的塔楼逐渐塌陷下去 建设单位试图恢复 天安门广场的原有高度 重建高度是历史数据中 记录的真实高度 虽然它增加了八十七厘米 但对于这样一座雄伟的城楼 根本就察觉不到它的变化 天安门城楼 自最初建造以来 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每一次重建 都是修建了上半部分 在重建过程中 专家们发现 其基础仍然非常牢固 整个底座是砖混结构 虽然五百多年过去了 但在挖掘过程中 依然十分坚硬牢固 最后上级决定不重建地基 天安门广场的最后一道工序 是挂国徽 周总理对此高度重视 国徽的中心对准了北京中轴县 专家们花了三个多小时 才毫无偏差地将国徽挂起 1970年4月11日下午三时 周总理登上翻修后的天安门城楼 对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 进行了严格检查 向所有参与重建的建筑工人 表示慰问 并赞扬他们 一百多天的辛勤工作 1969年12月5日 天安门广场重建正式开工 1970年4月7日竣工 我们的施工队只用了一百一十二天的时间 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建造了 电梯 暖气 电视 广播 新闻摄影和通信设施 在建设高峰期 有两千七百多人同时工作 涉及二十一个省 适合两百一十六个部门 如此重大的一次施工重建 每个人都严格保密 五一劳动节到来 是一座全新璀璨的新城楼 出现在众人眼前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全面的拯救 但除了参与者之外 没有人知道他们面前的城楼已经重建 天安门城楼重建国外需要两年 但当时中国遂贫穷落后 暂止花了一百一十二天 这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 也首次向世界展示了 什么是基建狂魔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 新建的天安门城楼 像新中国一样雄伟壮观 正如毛主席在他的诗中所说 萧瑟秋风今又是患了人间